台湾娘子说故事 1951年 陈在天在卫生单位积压下 坐上赖病专车 从高雄前往乐生 他说当年我才16岁 带着一个随身包袱 原本像巴佬 坐火车 看风景的心情 就在黄昏抵达乐生门口时 才猛然惊觉自己的生命 一根外界画上隔离线 不禁放声大哭 进入乐生后 医院发给我两个碗 一双筷子 一床草席 和一条四斤的棉被 那是我在乐生的开始 至今已过半世纪 在陈在天的回忆中 1952年至1955年间 乐生病人自杀率 有时一天可以发生三起刺杀事件 他说当时证实集体大收容 政府强制隔离的手段 拆散了很多家庭 加上当年新药DDS丧事 有如曙光乍现 虽然还在实验阶段 但病人去之若鹜 结果有人吃了自病 有人吃了致命 搞得病人胆战心惊 无所适从 更惨的是光货后 乐生怨恶废弛 而大批赖病战士涌入 迷幻加军幻 龙蛇杂蜀很难管理 院方和病人之间剑拔弩张 时有冲突发生 那几年乐生自杀不断 可谓乐生的黑暗时代 20岁之前 曾在天亲眼目睹自杀事件 让他刻骨铭心的是 一名名叫沉中的女病患 他住院时模样很端庄 但因疾病所苦 长期吃不好睡不好 后来病发住进重病房 人全走了呀 也不时萌生寻始念头 有一次曾在天半夜在下棋 突然听见一阵狗叫声 接着重病房出现一阵烧动 原来唇冲不见了 医护人员及病人拿着手电筒携巡 最后在公吹厨房附近的一棵大榕树上 找到用被单选在树干自杀的层冲 天晓得重病的他 如何爬到那么高的树上 他穿着白睡袍 披肩的长发覆盖满脸 加上脸上涂着蓝色的药膏 在职业两点钟 那种气氛更加诡决沉重 由于必须等到天亮后 报警警察处理 陈冲就那么高高挂在榕树上一整碗 陈在天记得 当天一早 很多人到公吹吃早餐时 看到陈冲 不禁痛哭失声 甚至有人跪倒在地 因为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病魔击倒的陈冲 黑暗时代的故事全文 您可以在中华希望之一的官网语音库搜寻 或在YouTube频道打上台湾娘子说故事 麻风病人的苦 只有麻风病人才能感同身受 隔离在墙外的我们 听着他们的故事 想象着这群人经历了黑暗时代